女大学生被拐进大山 出卖身体换得40块车费 她再次趁人不注意 跑向深山的小路 翻山越岭终于来到公路上 有了钱 面包车司机就愿意载她到镇上 她还能坐上通往城里的大巴车 可就在这个时候 德贵已经带着兄弟赶来了 拦截在车前 师父求求你了 千万不要开门 不然我就没名了 师父求求你了 说完立马躲到车后 德贵给司机递上一根烟 好言说到自己老婆跑了 让司机开门 德贵上车后 一下子就把雪梅拽了下来 车上没有一个人给雪梅帮忙 就连在路上大喊大叫 吸引了警察 也相信雪梅只是个发癫的疯子 雪梅再次被抓回家 婆婆说她两个月没来了 是不是有了孩子 雪梅愣了一下 掀开衣服摸了摸肚子 感受到轻微的隆起 心态瞬间崩了 对着肚子就是一顿狂垂 黄家人拦都拦不住 可这也无济于事 雪梅的肚子渐渐大了起来 在剧痛中生下一个男娃 这成了黄家人的心头肉 而雪梅也从村里小孩那得知 自己寄出去的信 都送到了德贵手里 于是她就让小孩去镇上寄信 没过多久 一辆警车开进了村里 停在了黄家大门口 来者除了警察外 还有雪梅日思夜想的父亲 雪梅 我是爸爸 你这才来 没有亲人再见的激动场面 只有一句淡淡的责备 雪梅抱着孩子和父亲离开 却被德贵母亲阻碍 争执不下 警察劝说让雪梅先走 德贵得知雪梅要离开 立马联合全村人围堵警车 警察没办法 只能去村主任出想法 村主任指责他们不按规矩办事 也不愿意放人 实在没办法 警察让父女俩先留下 他们回去多找些帮手再来 可等警察离开后 德贵对雪梅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父亲为了帮雪梅 年迈的身体也被德贵拳拳盗肉 周围没有一个人施以援手 雪梅在绝望无助中 随手抄起菜刀 吵闹停止了 电影也在这结束了 这部电影叫做《盲山》 盲的是那走不出去的乡村小路 是那些利用雪梅满足自己的人面兽心 更是那些看着雪梅深陷悲剧的眼睛 我们越看越气愤 却又觉得无可奈何 就像当今社会依旧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我们能做的就是不但一个盲人 同时也保护好自己